泡湯 泡湯是不是 沒錯 台中其實非常多好玩 也有很多好吃對不對 那我們大玩台中館呢 這次是由我們台中觀光旅遊局舉辦的 那我是來自台中產業故事館的木匠兄妹喔 木匠兄妹木工坊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做過木頭的手作呢 沒有 那有機會來我們台中厚禮 就可以做我們木匠兄妹的手工木作囉 那講那麼多 大家應該對獎品比較有興趣對不對 那大家現在手上的DM 這次我們參加我們台中產業故事館呢 總共有14家廠商 14家廠商 等一下回答我問出來的問題呢 就可以找我前面的轉盤 我前面的轉盤 轉到了之後呢 就可以找我們旁邊 穿藍色的背心的這位小姐來領取禮物囉 那你要轉到大獎 是小獎 看你們手氣 OKOK 好 你要轉到大獎是不是 好 那就要先答對我們的問題喔 好 那我 事不宜遲我們先來第一題好了 好 剛剛我說 我是來自台中的哪裡 好 木匠 木匠 全名是什麼 木匠兄妹 木匠兄妹 木工坊 沒錯 我是來自木匠區木工坊 好 那先生的話先幫我玩一次轉盤 好 轉到什麼呢 轉到薩克士風造型文具組這邊 好 那幫我找藍色的那些小姐去禮物喔 大家都有機會 大家有機會 好 那來到我們這邊 台中大航館呢 其實我們這邊真的有非常多 就是廠社來加入我們這邊 OK 那我這邊就繼續問問題好了 大家的話應該是想要獲得獎品的部分 好 那現在大家手上的藍色敵艷 有沒有人沒有拿到 沒有拿到 趕快找我們旁邊機動人員拿一下 因為上面都有答案喔 那我就先來問一下 我們這14間啊 14間參加我們熊獅旅遊票券的廠商 都來自哪裡呢 等一下等一下 我來數1 2 3好不好 好 3 你最快 台中 台中沒有錯 那這邊的話也幫我玩一次轉盤 拿什麼 寶熊娛樂碼頭 那這邊也找我們旁邊 藍色衣服的小姐 領取獎品喔 OK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還有其他問題 來 接下來就要看你們手上的DM囉 想要了解 想要做DIY有很多地方嘛 那我現在問的是 去哪裡做DIY 可以做鞋子 可以了解 做鞋子的背景啊 背後的故事 要到哪一個地方呢 DM上有答案喔 好 那這邊 我們給妹妹一個機會好不好 來妹妹 鞋鞋師 觀光工廠 好 就是鞋保觀光工廠 好妹妹答對了 很棒 那我們來轉一個轉盤 好 滑崗 滑崗茶葉 OK 那一次找妹妹 OK 太好了 那現在又有觀眾朋友獲得獎品喔 那我繼續問喔 繼續問喔 哪一間觀光工廠 可以了解 釣魚的知識 釣具的介紹 還有 就是教學的部分呢 找答案 找答案給大家五秒鐘 是哪裡呢 剛剛好像有人轉到這個答案對不對 OK 好那這邊 哪一間喔 再問一次喔 哪一間了解釣魚知識 教學 還有釣具介紹 哪裡呢 好那這邊的話 欸 一 二 四 三 好 第一 寶熊魚的碼頭 欸沒錯 好那邊幫我玩一次轉盤喔 台中市眷村文物館 OK 那一樣找我們 藍色貼心的學姐 領取禮物喔 好那剛剛也問了很多問題了 那我這邊問一題 上面沒有的 但是我一開始有講到 一開始有講到 欸我們剛剛說我們台灣